我们的第一个手法呢 就是你们都会扎得半扎发哈 但是第一步一定要把它梳干净梳立收 不然的话 你这两边不梳透一翻转 它坑洞巴巴的 再给大家说一遍啊 如果没有梳子的小姐妹 这个叫这个叫纹理梳 它是专门用来盘发边发的 那这个直排梳既可以分副 也可以把这个头发梳纹理 还可以把头发打毛 那盘头发过程中间看见没 所以这个排梳起这个作用啊 特别是梳的过程中间 两下就跟你说的平整 那另一边是起什么作用的 这个呢是软硅胶按摩头 像家里有老人头皮比较凶了 包括我们自己慢慢头皮越来越凶 你如果梳这个头发手 我用这边它疼特别疼 特别是小朋友 那这边呢它就是软的 那只要一碰到头皮 它就不会把头发把头皮拿动 然后这种动作用它梳不开 你看咋梳梳梳梳不开 梳的身疼 你就用它越清越好 两下就可以梳开了 所以我们手上这款梳子 它是一个二合一 既能分缝既能把它打乱 另一边能把它打开 而且是可以折叠 颜值非常高啊 它是耐高温防晶变的 你看我们整场过 它不起晶变的 非常非常好用 它也是我们盘头发中间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之一 没有的小姐姐 我们下面小册 这里直接去拍就好了 9.9你拍一把 我给你发两把 好好那两把到手 家里一把 单位一把 自己一把 妈妈一把 或者是我们孩子一把 非常非常的好用 你看我说干净 书里头之后一分转 它就没有太坑坑妈妈 所以一定要用文理书来书 好第一步做完之后 如果太收 略微收收紧 第一步我们已经完成了 姐妹们来 在扎第二个手法之前 我先告诉你们 它也是一款好看的发型 它也是其中的 一个独立的发型 还是同样 我愿意做单层的披肩发 这个是你们最常扎的 我就这样就可以了 一步到位非常快速 三颗既能做旁发 也能做披肩发 还是要把头发 竖竖竖竖竖竖 一封尾山 分完之后中间不管 两边我们直接往上提 就跟高马尾的手法一样 提起来用于文理书 你看他们的文理书又来了 你看旁边特别漂亮 就是用这个文理书 你如果词太宽 苏冠篇它没有这个效果 它都是有勾勾赫赫的 所以旁发文理书 可以节约你很多的时间 怎么说呢 就往上 把头发往上放 这个往外转一转 中间空间很大 用一个皮筋往下 一按一下来 好你看一翻转 用手一掏 这个发型也完成了 这个发型你只需要有皮筋 不需要有假发 不需要有垫片 教给你的是四四三三的手法 你们自己看 什么都没有 你反正不用我的皮筋 你自己也得有皮筋 所以你只需要有皮筋就可以 如果在日常 你这两边鼓起来 都要买假发买垫片 对不对 还有额头 还有这边 但是我今天教你的这个手法呢 你就不需要省好几十 弄完这步之后 把后面头发送顺流 那么我的皮筋发就完成了 如果再过几天天气更热了 对吧 那我用这个小抓甲 我们可以盘头的 来怎么盘 把主播手上 后来操这些头发 你看就均匀的舒适之后 分层上份 顺着脖颈的方向 就往下编就行了 这个手法 我相信直播间的姐妹都会 除非你是短头发 是不是 你看就顺着脖颈 往下编就好了 没有任何什么高难度 好 编干净 编立手 就一直编 有多长算 多长都是可以的 好 编到发尾之后 小皮筋绑起来 你不用担心 我头发多 这一会我怎么卡 你今天用的小夹子 最不用担心的 就是最后的固定 它太简单了 闭着眼睛都会 如果我们以前买的 那个小黑卡 一字夹 那你就难度了 因为这地方那么厚 头发还多 我卡不近 卡不老 怎么办 是不是有姐妹这么小 来我告诉你怎么固定 那只需要把它编完之后 我就把它对着 我不需要任何人给我帮忙 就跟他一样高 这地方够厚的吧 这地方又做了个对着 对吧 不用担心 我也不要夹子 打开它 里面扣上外面 直接三个折 用手一按就进去了 结实的不得了 把两边调整调整 一个卡就已经很结实了 所以有了它 你不用担心 我的小黑卡 我要卡在哪里 卡不紧卡不老 不用用它就行 一颗已经很结实了 两颗三颗 我们做辅助 头发宽呢 两边继续给它抢 头发正好呢 我们两边呢 做一个陪衬 因为谈头发不止是 还得漂亮呢 那这个宽度是不是正好 宽宰合适 蓝色是一个 低调雅子的高级款